股瘤是生長緩慢的股性腫瘤 它最常見的位置 就是長在鼻腔和鼻痘中 一般人口發生率大約3% 其實股瘤的生長速度快慢不一樣 平均生長速度估計約為每年1毫米 因此生長形狀可能不對稱 因為這個位置 如果有二性腫瘤的話 市場看它容易影響到 我們的一個器官功能 所以建議如果有散術生狀的話 要儘快就醫 讓專業醫師來評估 甚至整款跟治療 這個治療方式基本上是以手術為主 如果手術完後 病人要不要加做一個方側腺治療 或甚至做化學治療 會根據他手術後的一個病理結果 鼻痘骨瘤基本上不算常見 因為大部分沒有症狀 多數民眾是在接受頭部X光片 或者是電腦斷層的時候 才意外發現 提到這個鼻痘的骨瘤 它常常長在我們鼻痘裡面的 額頭這個額豆的開口的地方 長在這個位置 有時候會有一些症狀 就是它會壓迫到三叉神經 造成一些面部的麻痛 或者是擋到了這個額豆的開口 造成了額豆產生的一些 鼻痘炎的症狀 像是濃稠鼻涕 鼻涕倒流 鼻塞或者是嗅覺變差等等 所以事實上如果越早期診冠 對病人來講可以治療好的一個機會 越好那越高 還是一樣早期診冠早期治療 是治療這個疾病的一個重要的手段跟方法 鼻痘弱性腫瘤一般耗發在我們的鼻痘腔 通常症狀不會很明顯 病人會容易鼻塞 甚至會有鼻腔出血狀況 因此當你有反覆鼻塞的現象 或是有不正常出血 持續時間在兩三個禮拜以上的話 建議要儘快就醫 做更精密的影像檢查 甚至需要做鼻腔內視鏡的檢查 鼻痘的骨瘤 他好發的年紀是20歲到40歲左右 男性大概比女性多1.5倍到3倍的比例 大部分以額豆 就是我們額前這個額頭的這個鼻痘 是最常見的位置 那其他我們還有副鼻痘位置 譬如說腮痘或是這個上酣痘 這些大概只有比較少 大部分大概七八成是在額豆上發現的 這個鼻痘骨瘤長長在這個額豆的開口 那如果有症狀的話就是需要治療 那在治療方面 醫生一般會採取鼻痘內視鏡的手術 從鼻腔進去開刀 那最好的話可以建議病人 可以搭配我們這個 鼻痘的立體定位導航系統 因為這個額豆基本上是我們鼻痘裡面最難找的一個位置 所以如果有搭配這個導航系統 手術醫師可以更安全更快速的找到這個骨瘤的位置 鼻痘二性腫瘤發生率約為鼻炎癌十分之一 發生率低 共同初期症狀會出現鼻塞鼻痘炎和鼻出血 部分的患者在手術後必須要加上化學治療以及放射治療 去完成整個癌症的治療過程 鼻痘的癌症它的愈後 在配合醫師的診斷之下是相當不錯的 因此病人民眾不需過度緊張 醫師提醒鼻痘與鼻腔問題 若診斷出鼻痘腫瘤 應盡早接受治療 避免延誤病情 絕對不可輕忽 TVBS新聞陳如環 蔣志偉 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